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芒響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17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敏旺 大家好 澳洲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翠時珍,你好,早晨 紐西蘭的二德台樣 大家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我們現在就講講美國的事 美國最近最受人觸目的事 並不是中東 中東那些是千里少少 說一下是會的 但是其實 很多人來說最重要的貼身問題 就是戴口罩 到底戴口罩還是不戴口罩 其實已經引起了長爭論 並且令到很多人對他們的訪疫元老 這個福奇有點不滿 到底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他們的美國疾控中心CDC 在上個星期四 即是十三號 就突然出了一個戴口罩的新的指引 就是凡是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人 就可以在室外和大部分的室內環境 除了機場衣傳等等這些特別多人流的地方 或者高危一點的地方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而且不用保持社交距離 當然有些人說 即是怎樣? 有沒有例子? 很多人就拍了拜登的照片 你看看我們的總統拜登在白宮走路走路 他都不戴口罩 這個消息公佈了之後 很多人都說 他出這些花招 都是想鼓勵多些人打疫苗 這樣說 但是明白是一回事 出了這些花招 搞到現在下頭人 很多州政府地方政府 商界前市醫護人員都喊喊 甚至質疑 會不會太快? 你沒有看見世界其他地方的嗎? 單單看看安省的情況 一開始馬上飄到四千多宗 大家都害怕 印度B1617大胡哲 搞到現在很嚴重 印度沒有人打疫苗 這個要講清楚 印度打疫苗的人比例很少 跟美國比的話 當然 那些人是會害怕的 而現在 但他現在一講講完 整個美國的商界 少至一間店 大中間到一個州 一個鎮 一個市 一個州 都是要再想過應該怎樣做 關於口罩這件事怎樣做 那例如 每一個州都有不同的應對方法 例如 密歇根州 肯塔基州 江州就說 你打完兩劑疫苗的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在紐約 新薩西 加州這些 就說 我不管你 你給我戴 那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 我都不知道 你哪一個人有打疫苗 哪一個人沒有打疫苗 我怎麼搞 那在商界那裡 就譬如說 有一間叫Target的百貨公司 或者蘋果 就說 我不管你 你員工顧客 入親來 就要戴口罩 但是最厲害的那間Wallmark 就在14號就說 我 就為你們這班員工 每個人給你75元 你們自己去打針 打完之後 由18號開始 不用戴口罩上班 而且如果你的顧客 是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 都不用戴口罩 除了個別的地方 而Costco 也都是說 撤回要這個 顧客戴口罩的規定 但是 Wallmark這些呢 就說 喂 你們自律 不要騙我 你不需要有疫苗證書 是被人吵的 例如 尤其是一些工會 這個叫做聯合食品 和商業工人工 國際聯盟 有130萬會員 主席就說 戴口罩上班的日子 就沒有人想的 個個都想不戴口罩 開開心心 呼吸暢通 這樣做事 但是你這個 CDC疾控中心的指引 很奇怪 你這樣 原本你就要我們 做這個口罩 戴口罩的抖冊 要逼人戴口罩 結果呢 大家在網上看到 很多糾紛出來 現在你又要 我們這些基層員工 去檢查 別人有沒有打疫苗 那你就是想怎樣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權力 有些零售商也都在說 你這個新指引 和地方政府的防疫 要求好像有些衝突 那我應該怎樣 就是正如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地方 什麼 俄勒江州那些 就說你可以不用戴罩 那我的店鋪 要戴到時候 我的州政府都不用 大家都知道 美國刁民多 那怎麼辦呢 那有一些傳染病學教授 也都已經說 基本上 是很難執行 即使你可以 好像學校這些 那麼敏感的地方 你可以 要求那些人說 你出個疫苗數據 你有沒有打疫 但是如果你去到這些店鋪 你根本做不到的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完成接種 也都基本上 是會引起衝突 而很多醫生都已經說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叫人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現在你太早放寬 是會 可能會出事 而且你這樣就是 將所有的責任 是由政府轉移到個人身上 而根本 也都沒有辦法知道 有沒有接種疫苗 那你 即是怎樣 而現在 這個叫做 美國最大的護士工會 直接開炮 摩擦這個CDC 摩擦這個福奇 他們就是說 擔心這個美國 仍然在大流行的情況之下 會令到病患者 一線的工人和護士 處於危險 他們那個執行董事 就這樣說 最新CDC的指引 不是基於科學 不能夠保護到公眾的健康安全 並且威脅到全國所有 患了十九的人 護士和其他一線工人的生命 現在不是放鬆保護措施的時機 我們對於CDC所做的事 感到完全憤怒 因為我們仍然是處於這個世紀以來 最致命的大流行事件那裡 即使拜登先生在1月21日簽署了行政命令 規定了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緊急 已經執行了兩個月 但是現在疾控中心又發佈了這個新指南 這種缺乏保護意識的事 是加劇了護士和基本工人 即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肉食類 警察、消防研究會員 一些運輸業的人 繼續在工作裡面面臨危險 而且尤其是現在每日平均有超過三萬五千例 仍然發生 可能會有這種很高傳染性的事情 會繼續延續下去的 這樣說 他現在這樣一炮炮轟 結果這幾天是持續發酵這件事 於是到最後呢 在昨天就終於要出聲 就是要補回一隻禍 但是仍然是公關上的補禍 他們的疾控中心主任就上了電視 星期日 即我們這裡早上了電視 叫做阿倫斯基 就上電視就說 我們為這個指南辯護 純粹就說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說呢 是為了科學 因為我們的科學進步了 這樣說 他又上了一個ABC的電視節目 就說 兩個星期前我們都證明了 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所以不需要完全接種疫苗的人 即是接種一劑疫苗的人 才要戴口罩 兩劑的就不用了 過去兩個星期 我們已經證明了 現在呢 我們根據這個科學驗證 疫苗是能夠保障大家安全 它是有效的 而我們做的事 即是等於我們已經臨床實驗了一樣 現在美國打了疫苗的人 有2億7千1百萬 佔了總人口42% 所以他就這樣說 疫苗在人群裏面發生了作用的 我們雖然現在變種很厲害 但是我們是可以跟他們對抗的 也都因為這樣 根據最新的指引 只要未接種疫苗的人 遵從去戴口罩 那就沒事了 但是記住啊 那不是代表大家說 不用戴口罩出街的 我們的意思是 你未打疫苗 或者只是打了一劑疫苗 才要戴口罩 其實他們的目的就是 要迫一些 引導一些人去打疫苗 去對抗那些叫做 反疫苗主義者的人 但是到底有沒有效呢 暫時仍然是備受爭議 但是福奇就被人罵爆 有些人開始罵他 不過呢 有另一件事就是 不道理不佩服他們的引導性 為什麼這個阿倫茲基 是在星期日出來呢 講這些話呢 其實在昨天星期六晚 我們講過他有一個叫 Saturday Night Life的節目 就是上個星期 Elon Musk 走上去說狗狗幣 都是一個編局的節目 他就找了一個人去扮福奇 然後呢就是說 我們扮一個趣劇 就說 我們現在解釋一下 到底 我們 到底我們叫大家不戴口罩 是不是一個陷阱呢 我們是不是玩大家呢 我們現在解釋清楚了 這樣就弄了幾個例出來說 第一個例就是說 我是一個戴口罩的 就是我是一間商店戴口罩的人 然後另一個說 我是一個沒有打疫苗的人 戴口罩的人可以不用 就是打了疫苗 打了兩劑疫苗的員工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孤客來到 我沒有打疫苗 但是我不喜歡戴口罩 但是我告訴你 我又打 你出去嗎 那就是怎樣呢 這樣說 然後第二個例呢 就是說 有一個人啊 我坐在那裡 坐在飛機那裡 那說 我現在要吃東西 我想喝杯酒 跟那個空中小姐說 那空中小姐說 那你想在飛機裡喝酒 喝酒的時候 就脫下口罩他 喝完你就帶回他 但是想一想 我是沒有打疫苗 我坐你的飛機 我應該經常都戴口罩 但是當我吃東西的時候 喝東西的時候 我就要脫下口罩來喝 那到底那條戒是怎樣呢 之後就講了很多 古靈精怪的例子 講完到最後 他們就引導到大家 就說 其實想這樣做什麼 打完疫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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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起跳舞 其實是一個引導性的節目 引導一些人說 用這個脆劇的形式 引導一些人現在就去戴口罩 然後第二天就由他CDC的主任 就走了上去電視台去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科技什麼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 美國仍然是有三成人 死都不肯打 是隨時會搞壞他 而且如果看一下近來 所發生的所謂 耳巴衝突事件 搞到那些人全部就走了上街 到底會不會引起到另一件大事呢 這件事是有可能 雖然沒有人是想看到的 不過防疫心一鬆懈就會出事 戴咒與不戴咒這件事 現在其實是成為美國的復償的重中之重 他是想提供一些人去打疫苗 對抗疫苗主義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的人是打了疫苗 就好像中國那樣 你有疫苗認證 你才可以 但是他的社會做不到 最嚴重的是 疫苗認證 什麼疫苗認證呢 好 我給你一張卡 那張卡是真還是假 你都不知道 叫你用Digital 你又不肯 所以其實很難搞整件事 我覺得是好 不是這麼快 是可以搞得定 但是可能會推遲了都未定 因為這些事情 就是他那套東西 美國這套東西不是 是情緒多於科學 政治層面 就是很可惜的 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惜 他們這個國家 是比較奇怪 跟我所認知 就是很多人認知以為 美國是很科學的 很理性的國家 其實並不是的 收回這個決定 大家繼續戴口罩 打不打都要戴口罩 總之就可以了 沒有可能的了 他是故意要這樣做 去引你的人 哄你的人 就是他們做的做法 就是哄你的人 其實他知道很多人 都是打了他就算了 但是就是那三成人 那三成人可能就會 死硬派 死都不肯打 沒辦法了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